中國政府想資源用在高科技產業 不要再用在開發房地產 因為房地產做得好都好難與美國角力 中國政府對內地房地產進行壓抑 是無可避免的 按下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有傳言中央召見香港地產商 要他們為了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配合政府的政策 犧牲作為地產商的商業利益 又說香港的遊戲規則會改變 這個消息一出 股市就大幅下跌 有些人擔心 實體的房地產市場 會不會一樣被拖累呢 就我所見到的情況 股市的反應的確挺強烈的 我相信主要的原因 不是中央來干預香港的房地產市場 因為這件事我認為可能性比較低 反而股市的反應是對中央最近的一些政策 好像和改革開放初期 把重點放在經濟上 變成放在政治上的考慮比以前多了 這個反而是香港的商界 國際的金融界都比較關心的問題 因為鄧小平就說 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 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 中國都把發展看成是硬道理 所以就把性知、性社的問題都放在一邊 不攪置的 所以當時大家都以發展經濟為主要目的 所以政治爭拗是比較少一點的 但是最近很多中央的政策 都不再考慮太多經濟上的衝擊了 對股市的影響、對一些行業的影響 對一些大的企業家的影響 都不是主要考慮的 這方面反而令企業家、投資者 都有點擔憂 因為不知道那個鐘擺 會擺到什麼程度 但是說香港的地產商 或者香港的經濟運作的遊戲規則會改變呢 我就覺得機會神小了 因為中央都說得很清楚 香港還是要走一國兩制 即使國內可能政治掛稅的比例重了 香港也會走回資本主義制度 另外就是 基本法第105條是說得很清楚的 香港人包括法人 在賣日樓宇、賣出、出租、按揭 各方面都是完全自主的 就有業權保障的 政府即使為了公眾利益要收回私人財產 都是要作出克里賠償的 所以就不會說政府要地產商去從事一些無常的商業活動 為解決主要問題 要作出商業上的犧牲 這個只能夠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 亦都不可能大規模做到的 因為香港的地產商的處境 跟內地的地產商很不同 內地的地產商 他們的歷史任務都完成得七七八八了 因為解放初期有三四十年都起樓不足 那些人的居住環境很差 所以有一段時間就起多多都有價值 所以的確地產商有一段時間 可以大規模去開發去賺這方面的錢 但現在已經大部分城市都起到很多了 有些地方甚至大量空置供過於求 如果再起就造成浪費了 所以我之前都說過 地產商的開發量在接下來幾年都要開始下降了 不可能永遠處於這麼高的水平 所以他們的生意是不用做這麼多了 所以在執行幾間 不借錢給他 讓他難以再資源錯配 中國政府想資源用在高科技的產業 不要再用在開發房地產 因為房地產做得多好也好 都很難跟美國角力 中國政府對內地的房地產進行壓抑是無可避免的 但香港的情況不同 香港就很需要房地產公司繼續去建更多一些樓 才可以解決香港的住屋不足的問題 所以內地的房地產公司是無可避免的 但香港還有很多角色扮演的 亦都不可能逼香港的房地產公司下場角 以後沒有新機起樓離開這個市場 這個對香港解決房屋問題沒有幫助的 香港的私人市場的房屋 99%都是房地產公司建的 即使是公屋、居屋 起碼建築部分都要香港的私人建築商去建 政府最多是房委會那些負責政策制定 所以我自己覺得香港的房地產公司 北京即使是會見他們 都是爭取他們一起配合政府的政策 去解決香港的民生問題 就不是說有些人說要鬥地主 要壓迫他們,讓他們以後沒得玩 就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從這個角度,這些解釋是我覺得不成立的 但是剛才我都說過了 中國政府在內地的政策 的確是有返回社會主義道路的傾向 這個對市場都是一個新的訊息 市場仍在觀察著中國政府向左轉的步伐 究竟會走多遠 所以對市場亦產生了一定的不明朗因素 但是這些因素不可能一下子令到 供不應求的狀況改變 投資市場會受這些因素影響 用家市場影響就不是大 因為樓和股票最大的分別 股票只是有得投資有得炒 就沒得有用的 所以房地產市場的表現就穩陣很多 市場上,現在我們看到的 都是殼盤的程度比較嚴重 市場是供不應求的 所以在用家市場中小型的物業那裡 最近最多是買家追價的情況減少了 所以交投又少了 但業主不見得太過恐懼 並沒有拋售的現象出現 所以價錢仍然站得很穩 香港的房地產市場 因為政府之前有買家印花稅 又有雙倍印花稅 又有短期轉讓額額外印花稅 無論投機者、外來投資者、機構投資者 都很少日市 所以這些影響投資的因素 在市場影響就不是大 上個星期五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還有差不多4分之3%的升幅 所以市場就不是會出現大幅的價格調整 我相信繼續在高位增持的機會 是大於應聲回落 而一些過度的擔憂 我相信會逐步逐步舒緩 市場應該可以慢慢恢復常態 喜歡明家分析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